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央广的好朋友 今天志平有带您离开央广的摄影棚 来到了一家设计公司 大家会问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呢 我待会再告诉你 不过最重要的是 今天我们要访谈的主题围绕在唐奖 这是一个我们华人界的诺贝尔奖 当然了 他的精神 我之前志平曾经花过很多的时间跟您介绍 最重要的是呢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一家设计公司 他设计公司的主人 就是唐奖的主视觉的设计师 今天我们要邀请资本设计的总监蔡慧珍 蔡总监在节目中跟您聊一聊 他是如何来设计唐奖的 总监您好 夏仙您好 是非常谢谢您再度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特别是今天我们来到您的办公室 其实坦白讲刚刚走到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时候 首先我被他的花园所吸引到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花园 大家如果真的可以来的话 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 这么棒的一个上班的环境 我相信蔡总监的员工们也是非常非常有福气的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工作 如同你看到他的设计的作品一样 所感受到的都是一种东方跟西方相遇的美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蔡总监 他是第一届的唐奖的主视觉的设计 这样的一个主视觉的设计 包括了活动的背板 包括了唐奖周邀请函 贵宾的邀请函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颁奖典礼的舞台卷轴 提到这个舞台卷轴 您知道吗 他也荣获了德国IF视觉设计大奖 我讲了这么多 其实不如我们请蔡总监来告诉我们 在这样一个设计的理念之下 大家很想了解 您是如何来执行设计唐奖 这样的一个主视觉 我想首先我还是要谢谢尹燕梁先生 有这个雄心跟气度 能够做一个所谓的 办一个华人的诺贝尔这样子 那其实我想西方的奖项这么多 我觉得有我们自己华人 所主办的一个奖项 势必要在内涵上有些不同 所以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唐奖里面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奖项 其实是汉学 那我想这个也应该是 全世界所有的大型的奖项里面 绝无仅有的 唯一的一个 那为什么会鼓励汉学 我想回到核心精神 就是汉文化 华人文化 里面有很多深邃的 这个很厚实的一个底蕴 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我们这么深厚的一个文化里面 我想以一个华人的设计师 我想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些 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个责任 不应该只是复制 或者是只是copy 过去的一些元素而已 那个形式而已 而是 我就是觉得 就是说当一个华人的设计师 应该有一个任务 就是说 我如何萃取过去的一个精髓 以当代的世界的语言 能够来呈现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我承接了这个任务之后 我认为我应该要展现的 所以在这个 当我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呈现一个设计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这符合了我一直以来 其实这一二十年来 我有一个愿望 就是说 我如何能够把华人的设计 让世界看得见 能够成为世界当代的一个 好的一个符号 一个象征 就像西方有很多主流的设计一样 那大家都可以一看 这是德国的设计 这是日本设计 这是意大利的设计 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 可以展现当代的风格 一看 让世界的所有的人一看 这是华人当代的设计 是 让华人的设计被全世界所看到 当然如今呢 因为唐奖唐奖在全世界这么的知名 造成了这么多的震撼 那么也让了这个您的作品 让全世界的华人都看到了 那么讲到这个视觉的设计 第一届的唐奖的主视觉 和第二届唐奖的主视觉 在视觉的呈现上有什么样的不同 这点我想请我们的总监告诉我们 好 其实我当时候一开始 接获这个任务 在设计第一届的唐奖的一个 总体的视觉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最大难度是什么 就是全部要无中生有 你可以看到 一般如果你为企业 为任何一个品牌做设计的时候 大部分都有一个比较具象的产品 可是唐奖没有 其实 所有的东西 其实它是比较概念式的东西 如何以有形的视觉 呈现一个它的内涵跟概念 不过这一点我觉得 它是有一定的一个难度的 所以我回到 那时候我在想 我如何回到那个核心 那唐奖的一个 当时候的这个 所谓这个唐奖 这个奖项 当时候它那个MEDAL 就是它那个奖章 所以透过一个国际的一个竞赛 我们要 唐奖那时候邀请了 许许多多国际级的设计师 有来自于日本 意大利 德国 美国 各个国家的一个设计师 都很知名的设计师 当时候我还担任评审 然后大家来 同台来 大家共同选出一个 最适合唐奖的一个奖章 后来是由日本的深哲之人 这位大师 设计出来那个奖章 那我觉得 我也一样很荣幸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可以做出一个 总体的形象来做一个呼应 所以我就想 就回到这个唐奖这件事情 我希望能够把 深哲之人的那个MEDAL的 一个形象 跟我的 总体的一个 为唐奖所说到的一个视觉 是契合的 是扣接的 不是 讲章归讲章 然后视觉归视觉 我希望这两个东西是扣接的 那当然我用了一些 很抽象的 意象的 还有很中国的设计 华人设计的一些精神 然后用我比较擅长的 新东方美学的一个手法 然后完全来呈现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然后并且 你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 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难度 如何在第一届 第二届 甚至未来第三届第四届 都能够就是说 我们的主是 就是说 主的精神是一样的 但是在每一次 还是可以有所谓的 童中求义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当然 它必须要很严谨的一个系统 来管理这个设计 那另外在 其实在我的领域里面 就是说 我的专业里面 我很在意 我在做设计的时候 因为我是做品牌的 我就很重视一件事情 如果唐奖是一个品牌 它会不会 有没有办法呈现自己的一个识别 因为你要有品牌 是必要有识别 是的 可是在每一年里面 还可以有一些变化 那这个是 我在设计整个的架构的时候 我让第一届 第二届 就是我们的核心的总体的这个style是一样的 风格是一样 可是会有一些局部性的不同 我希望能够延续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方式 让它在每一年上面都有一些新的展演 但是它的整个的设计的一个概念是 能够有自己的一个识别的一个系统 是 我们如果说今天的听众 或者我们的观众 那么在这个搜寻引擎上面 打入唐奖两个字 你说好 我们不先去找它的文字的说明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图样 如果你输入唐奖两个字 那么你要找图片 也许你看到的是第一届的这个唐奖的主视觉 好 然后呢 再看到第二届的唐奖的这个主视觉的图片的时候 你会发现都跟圆有关 是 好 那所以我就是也想特别来请教一下总监 圆这个概念 在你用东方美学的方式来呈现的时候 应该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比例 对不对 圆是什么样的一个对你的影响呢 其实我所设计的东西 其实都跟 我比较喜欢有圆形的东西 包括你现在看到 这个茶壶也是我自己设计的 它名字叫白聚月 所以呢 我整个 我就用月的 月亮的阴晴圆缺 来设计整个的茶壶 从上面是玄月 整个身体是满月 嗯 然后你的茶水放在杯子里面变成映月 嗯 这就是我喜欢圆的一个概念 因为在整个中国的设计里面 很重要一个中心的主轴就是对称跟平衡 所以其实圆最适合这样子 其实包括当然在文字上面的意象 它就是圆满 中国人一直寻求圆满这个概念 所以我希望能够保留这样的一个这个完美的精神 圆满的精神 和谐的精神对称平衡的一个概念 来贯穿所有在唐奖的一个设计 是 我特别要介绍一下刚刚总监所说的这个作品 这个我们看到 他姐说的这个茶壶 那么视频手上拿的这个杯子 还包括右手的这个盘子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我刚特别把这个杯子拿起来看了一下 哇 这个不一样 为什么 通常啊 这个放放杯子的这个这个盘子上面 它的中间那个圆呢 应该是在正中心 对不对 但这个盘子不是哦 它是在这个圆的稍微偏一点的角度上面 很有意思啊 我想最重要的是 设计师在怎么去设计他的理念的时候 又要展现一点不同 然后又能够贯彻自己的理想 这就是设计师最 我觉得最难得的地方是这样子吧 是 其实我那时候 让他之所以在 把它偏一边 其实是因为取弦乐的概念 因为我是用乐的阴晴圆缺来做设计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弧声的部分 其实是非常圆满饱满满月的一个形式 但是呢 在往上面看的时候 其实这边就是一个弦乐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 让月亮的一个银晴圆圈 变成是这个产品设计的一个趣味 来做设计 哇 真的不一样 你看这么棒的作品 果然就要由它的设计者来亲自解说 这才是有故事性的对不对 各位我们央光的好朋友 今天呢 智平特别来到了 资本设计这家设计公司 它的办公室 智平要带您来看一看 我们的总监蔡慧珍 她为唐奖设计了这么棒的一个主视觉 还有相关的这些设计 但她的办公室里头呢 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作品 待会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再跟您介绍 不过此刻呢 我们就要再把访谈的重点拉回到唐奖来 我们知道在5月24号唐奖就要公布第二届的得奖证书了 第二届的得奖证书 它的设计者是英国籍的华裔设计师张翠莲 我要请总监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位设计师好不好 为什么 这个 坦白讲了 可能设计证书吧 为什么跟第一届是不一样 它还有第二届有一个不一样的设计呢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唐奖非常有用心的地方 我觉得它不仅仅是 我刚刚有提到唐奖有一个奖项很特别 就是针对汉选 那这是它第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第二个是我觉得唐奖非常有心 能够鼓励在创新与设计这件事情上面 那Mado本身当时我在领选的时候 在选择的时候 它就给全世界很多优秀设计师来同台照进 选出最好的一个奖章 那奖章这件事情当然 以唐奖来讲或者是世界各国的一个任何的奖章 它不会每一年都更换 所以它变成其实是唐奖的一个符号 可是其实证书这件事情唐奖就把它变成其实是变成一个鼓励创新设计的一个平台 每一年其实可以让不同 可以邀请不同的设计师 同样是唐奖 同样的四大奖项 你如何让每一个不同的设计师来发挥创意来创作 其实我觉得这点是非常棒的 那我想这一次请Lin来做这个设计 其实Lin当时候是有也有参与奖章的一个公开的一个争选 他的设计我看过他他做的简报 事实上我觉得他那时候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 一个这么年轻的华裔的一个设计师 他展现了一种女性的一种特质跟细腻 那事实上他虽然是在英国嘛 接受教育他在英国长大 华语当然不是讲得那么好 可是你会发现他的核心里面 他对华人的文化事实上是有研究的 那之前我看过他的作品 那我觉得觉得他在珠宝设计上面 的确相当的大胆 相当的有创意有想法 没有拘泥于传统的一个形式 很有当代性 这点是我觉得他很棒的地方 5月24号要公布 但是呢 我之前看了第二届的这个得奖证书 这个它的材质是纸张 然后呢 这个上面的设计 其实是很多的中国的书法 但是呢 就是一个字都把它拆开来 一撇一纳一竖一横 这样的设计 我觉得很凸显 他是一个华裔的设计师的一个身份 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有趣 我跟他应该是 我们同样都是女性 我们同样是华人的设计师 那当然我是土生组长在台湾长大 他是从小在英国接受教育 他刚刚你刚提的这个设计 刚好这个设计 我有一系列的作品 就是用 中国字的这个 一撇一树一横一纳一点 来作为视觉的创意 那一系列的作品呢 叫中国花园 就是以中国字的这个 一横一树成为载体 它上面有不同的花 那我那个系列 获得了很多国际的大奖 就是RF奖 Raid Dot的奖 所以那个作品 应该是在五六年前六七年前所获得的奖项 所以这一次我看到那个证书的这个奖项 我觉得是好像是有同样的就是非常的契合很巧遇的一种感觉 他同样用这样的一个元素 而是他在用纸张不同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我觉得相当一样相当的经验很精彩 好 这个迫不及待 就是在那一天 我们知道蔡总监跟张翠莲 这两位杰出的设计师 他们都是华人 也都是女性 他们在这个记者会上会有对谈 是 好 这个很期待那天所这个在对谈的时候所擦撞出来的火荒 是 我也很期待 好 各位我们阳广的好朋友 待会儿呢 我们在休息过后的时间 我们要再来回到节目的现场 来邀请蔡慧珍总监告诉我们 她来介绍她的得奖的作品 这么多她的得奖作品 我要强调一点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坦白讲 在这整个录影的空间里面 我看到好多好多的奖牌 那么 她有这么多的得奖的这个记录 也看一看她这些得奖的作品 其实几乎每一个作品 她的背后都隐含着 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这些故事说来都让你瞅目结舌的 好 待会儿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的时候 再让蔡总监告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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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